是全新的陣容 那他們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做這個賽 可以三連戰都能夠取勝的話 那他的排名很快就可以爬到中段番了 李安生 一個假動作 趕快把球傳出去 但是24秒進攻時間也到了 現在雲豹把防守去縮小 變成一個區域連防 李安生 一球在手 樂趣無窮 這邊被犯規了 找尋兩個人配合的機會 這邊要往籃框一丟 拆炸彈 失敗